你 那我们下面讲上升抵抗型 上升航圈中啊 就说买方力量强劲 每天均跳高开盘啊 就跳空高开啊 天天都是高开高开 随后收小阴线 但呢 收小阴线也好 收阳线也好 都比前一天的这个收盘价高啊 收盘价高 连续两天阴线啊 远若无力 卖方啊 自然他就是说卖不动了 那股价不断的还上升 那我们来看这种力量上升 不论在上升功能当中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高开低走 但是收盘以后都是比前一天的这个开盘价要高的 随后就卡升了一个虚广上升线 有点说等他回调以后我再买他不回调了啊 天天这么长天天这么长 那我们来看实力啊 这是平眉天安 大家看在这位呢就是年虚广今天这么长啊 天天小阳小阳小阳就是长完了回调再出现出现两个阴线之后随手再拉伸 那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所有的均线支撑啊 这个地图指标的同步向上 我们在炒作股票过程当中取决于你是短线操作还是中线操作还是长线操作 我们普遍都是短线操作好一半就是我中线赤股中线最主要我们的上盘主 那你一定要看个趋势啊买完以后一路要是有是有到什么程度一旦发出见顶信号啊 那属于见顶信号为了会给大家讲出现见顶信号之后你再卖啊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讲下跌抵抗型 在下跌的趋势中出现了买方无力的小阳线 却无力改变下跌趋势 那股价还想去探底 你说咱们咱们看那个草图股价一路下跌啊出现了小阳线那有的股民一看止跌了我得进去了进去了有随时害下跌 然后出现小阳线我又进去了心里有害下跌 就在下跌同步啊你出现阳线也没有用就在下跌以后对一下就抵抗一下的所以有去给你骗起来的啊骗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操作当中啊区分特别主要 区分这个真假的这个技术图形 那我们来看 这是上中指数 啊大家看530啊 530的出现就是技术指标产生的顶背离 同时啊同时基本面也出现了一个上调硬化税 然后大家看一个大阴线 第二天低开低走会真是阳线有很多人因为止住了 接累了结果第三天第四天又急速下跌啊 等这个第五天低开低走又很多人因为不行了卖了随后又拉起来了 大家你看那这种情况的出现啊就有很多投资者盲目买卖的股民啊给敲了一个警钟随后530之后大家看又出现了一个见顶信号随后又开始下跌啊下跌所以在530的时候啊很多股民都被圈里头了你说5月30号的时候被圈里头了所以我们在操作的供应当中 530发出了这个顶背离的信号是极强烈的所以未来的会大家讲啊就除了可以建设之后还给大家讲那个顶背离的信号跟均线的信号大家看这是一个头那这个还是个头只有下跌只是反弹下跌反弹下跌随后开始震荡反转啊随后才是反转 啊下面我们讲缺口缺口那就是说没有交易的范畴我们来看这草头这就是缺口啊就跳高开 或者跳空低开没有交易的筹码就缺口 那就是说即某一K线的最低价比前一天K线的最高价还要高或某一K线的最高价比前一天的K线的最低价还要低 你说死K线图出现了跳空的现象缺口可分为普通缺口突破缺口继续缺口还有这个捷径缺口啊 就是给大家咱们给命个名那普通缺口就是上涨缺口啊就说过两天就回补了下跌有缺口上涨有缺口下跌有缺口啊这是我们通常都是普通缺口普通缺口就是走几天就会回补了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是60083的还是T不信 在高位这位的形成缺口了啊前几则有缺口但前几则缺口啊一半不补连这辈都有缺口缺口那可能你一两年不回补了那就有大的突破缺口那在高位大家你看在这位出现缺口了那两三年回补了这块出缺口这块又行那个口啊这口没没补那未来会给大家讲这叫导星反转啊导星反转啊都会出现就连接直接跌停跌停一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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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缺口啊反身又给 你回补了是这么个意思下面我们讲普通缺口那普通缺口呢就是股价整理期间呢出现的缺口啊那缺口出现后并未死股价啊脱离盘局的形态或者你上升或者是下降这短期应处于盘局大家比如说这缺口来看草图啊下跌出现缺口上涨也看见补了啊上涨出现缺口过两天回调又补了这都叫普通缺口我们有很多股民对缺口独有心中 一整这个缺口不补我们没事不用跑第二天补了你还跑哦所以补了补了补了但是我被拿的呗所以一整就整错了你对缺口的理解是啊理解不对的啊这是我们这个上升指数你看这块有个缺口这个地方有个缺口大家看这种缺口就叫突破缺口啊这个位置你看很久没有补这个位置也有个缺口也叫突破缺口啊突破缺口那这个位置出现缺口大家看 你看下来了回补了这我们就成为普通缺口啊没一两周就补了吗就就完事了那这个普通缺口那前几天一年两年不出啊这个因为突破或者去去啊后几回大家讲那我们现在讲突破缺口当形态完成以后可以建议缺口跳空上升或下降啊下降这个远离形态突破盘局表示真正的突破已形成 行情将顺着原来的趋势远行下去股价向形态上端突破盘整区和缺口便成为未来回挡的支撑区股价将有一段上升行情是买进时机那股价向向下形态啊向下端突破啊就盘整区或者是这个缺口成为将来反弹或上升的阻力区那股价变动越强烈股价向形态上端突破 必须要大的成就量配合那上升行情才能够持续那股价向形态下端突破并不需要大成就量配合那应严有效另外呢突破缺口在短期内是不被封股的那现在是聚缺口聚缺口呢又称为持续缺口那中断缺口和测量缺口通常是在股价突破形态上升或下跌远离形态而至下一个整理或反转形态中途出现的缺口 它具有加速股价上升或下跌的作用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算上升有缺口下跌有缺口向上有突破向下有突破啊表示股价运行维持原先的这个趋势由于继续缺口通常出现在股价变动的终点因此 根据这种缺口可以大约预测股价未来的上升或下跌距离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升或下跌方程中有时可能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继续缺口 那每次继续缺口的出现都说明股价跳空的行情有加强原来趋势的力量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两个或者三个继续缺口那就股价继续上涨啊上涨有力 如果下跌呢定价出现这个也出现继续缺口呢那下跌有力啊就这么个意思通知一种的啊 那我们再来看捷径缺口 捷径缺口呢出现在上升行情或下跌行情的尾声是长期上升或下跌行情 将结束的信号啊 那在你牛市的时候见顶也是快要见顶结束了 见底也要见底结束了 那就说股价将进入整理或反转形态 上升期中缺口发生的这个当日或是成交量比以前的这个成交量啊明显的特别庞大 而预期将来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出现比更大的成交量啊维持此成交量的水平极有可能会出现缺口 那通常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量价被离了啊量价被离了如果缺口出现后的赤行情有反转行情而收盘价停在缺口边缘就更加肯定是接近缺口的同样下定行情结束前哎出现向下跳的缺口成交量萎缩此缺口也是接近缺口 那咱们来看图啊这是缺口了大家看这个叫突破缺口 然后呢这个上升叫这个继续缺口最后而尾声的时候就要接近缺口 那继续缺口就说我们牛市当中的时候向上突破啊这叫一个突破缺口 那中途呢会出现几个继续缺口 我们就是接受一个啊出现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多是继续缺口 就很久不回补最后而尽见顶的时候有接近缺口那继续缺口怎么判断呢是就像是接近缺口啊还继续缺口啊就看量 缩量股价还创新高啊出现了这个缺口那就是绝境缺口随后将产生见的信号然后股价开始进入下跌 那向下突破啊这向上向下突破也有缺口啊向下突破 我们来看看实力啊这个大家看就是这是一个缺口突破只有几个继续啊其实这个位置还是个继续这个位置是捷径缺口啊中途有几个继续都可以的那有时候我们这个是这个作为捷径缺口的话那这个位置你就两个接近缺口了那我们通常在这位的是个继续这个位置可以捷径 捷径缺口通常是你带来看股价创新高量比前面小了啊可以因为呢你说我们在上工当中突破继续这个也可以因为是继续啊这个挪到这个位置这位的可以因为是一个这个有个缺口这位的是个捷径缺口啊跟大家讲啊整理这一个图形 那不论如何我们买卖股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发现的捷径缺口之后一定要 啊立场就是见顶了发现突破缺口之后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下仓啊那可能要向上拉伸了啊这种形式 啊在上升或下跌行情的尾声形成的捷径缺口后股价将继续朝相同方向运行经过一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完成头部或者底部形态 这位说头部那是见顶底部那就是见顶啊开始朝相反方向移动而在先前捷径缺口处啊再处跳空形成的突破缺口或者是反转下跌或者上升那由于缺口大约在相同的价位发生而整个盘整的密集区在图形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孤立的小岛因此我们称之为岛形翻转啊岛形翻转的出现这个股价的下跌或上升都是相当剧烈的 岛形翻转有见底信号又见顶信号我们来看啊就打一方的这是见顶大家看这个区块跟这区块跟这块条线的隔出来了啊那前面这个就是个岛那在底部的时候跟着掉过来啊大概的反过来就是啊反过来这也是个岛 那就是说这是个头那个是个底啊就上升是捷径向下是突破对应形成导形翻转啊就这么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这个图六零零零八三上的功能大家来看这是一个向上个缺口接近缺口这向下突破缺口这块就形成小岛啊冷带就讲了给他一隔开这就形成个岛了那这个岛你就赶紧卖你不卖那真是岛里头了那下来反了再下啊再下那这块就叫一个岛形的翻转岛形翻转不光是见顶信号跟他掉过来也是个见底信号啊见底的信号的一个岛形翻转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